11月18日下午,西演艺术中心大华19359剧《长离热闹非凡》一场精彩分成的话剧在这里拉开帷幕 来自西安石坝乔区的百余名留守儿童及困难家庭子女共同观赏了升级版的舞台剧《薰娃传奇》 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周末,作为一颗闪耀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明珠 陕西早在6000多年前就孕育出了充满神秘与智慧的半波文明 现场高度还原的舞台效果将大家带入遥远的原始社会 古老而神秘的祭祀仪式更是让人一饱眼福曲折跌宕的剧情始终吸引着台下小观众的眼球 他们时而静静观看,时而轻声交谈,时而伤心动情,时而掌声雷动 共青团西安石坝乔区委书记瑞小刚表示 《薰娃传奇》深入挖掘了古老的半波文化 传递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让这些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念初 从中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满足了他们对艺术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此次公益观念活动也是西安市关心关爱小葵花志愿服务项目活动之一 我们希望更多社会热心人士和我们一起关心帮助那些需要关爱的青少年 为他们的成长和成才贡献一份力量 《薰娃传奇》首演以来 我们一直在探索用更好的演绎和表现形式来呈现古老而厚重的半波文明 我们希望以这种不断前进和向上的力量感染观众 让大家在任何时候都能和薰娃一样心怀梦想所向披靡 这次我们特意为爸乔区的小朋友专场演出 因为薰娃的故事就出自半波 出自河流域 出自他们脚下的土地 希望薰娃的智慧和勇敢 大爱和奉献能够感染孩子们 让他们都能充满爱心和正能量 让陕西文化能够从这里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该剧出评人李红梅说 据悉薰娃传奇在西安上演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著名作家贾平凹曾对该剧给予了充分肯定 以薰娃内容充分发挥想象力 此剧有特色肯定会获得成功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如也曾高度评价薰娃传奇是半波士族生活图 剧院的全景呈现用音乐剧的方式活化西安历史 富含历史底蕴和时代风上是一张城市记忆的名片 全剧以黄土族和黑风族的戏剧性冲突作为地劲和推演 塑造了薰娃的真挚勇 贯穿全剧的薰乐是人类最远古的声音 苍凉悲壮忧晚的地碑里昭示人类命运的多重性 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回溯历史和自我追问 这个局为我们打开了窗口 请多际诱 timefram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